大家好我是彭于燕 今天要做的是乐于视频 手撕热搜 斜不压正录影的时候 跟凡哥廖凡我师兄一起做宣传 有上过热搜 搜 彭于燕相关微博 彭于燕为何被江文导演选中 来演李天然 导演要选角 我就去见到导演 导演看看我 说几岁啊 他需要找一个20出头的 美国回来的 然后我就说这个我不是从美国回来 但是我有海外求学的经验 我也不是20出头了 36吧 导演说没关系 你看起来挺年轻的 可以试试 那这一次难度很高 就是在屋顶上面飞烟走壁 还要骑单车 那平常我也有断练 所以 符合 导演心中 李天然的那个角色 下一题 请说出自己通过拍戏学会的所有技能 冲浪 海豚训练师的正 单车选手的正 拳击 男拳 攻合格斗 体操 跑酷 CQB 枪械 实战 手语 谢谢 那这是什么 非常谢谢 在拍摄现场遇到最危险的情景是导演的电影里面讲究的是安全第一电影第七所以不危险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在姜文导演旁边 制演的角色与原著中吃货懂享受的李天然有什么不同吗在小说里面李天然是一个回到北平很想念北平的美食所以有很多吃的东西在戏里面也有某种程度其实跟我有点像自己也很爱吃彭越想说相关的微博对于老北京江湖是眼惯了香港武侠天的彭越无法感受的彭越想说我想说现在谁能有这个感受呢 没人有那个感受 所以导演也想要回到他那个时候从小成长的那个环境看电影就可以感受到那样的生活 同样想说对于姜文导演是细节控有精神洁癖我想说说的好细节控是在于他对于电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四年五年才拍一部电影他希望他所有东西都在里面能够出现细节才是成功的秘诀之道 对于李天然的灵魂分不清是东西西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排外回来要办一些事就是复仇之路这个工作在他心中十五年你说是东西西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老北京的社会是很复杂的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种很多的文化冲击在一个社会 对于参加露演的粉丝这几天最幸福我想说的非常感谢到现场支持鞋的朋友们这几天去了三个城市 现场的同学他们都非常的热情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7月13号鞋不压重电影院见期待姜文电影的未来 搜假如彭宴假如和导演产生不同的里面彭宴会不会听导演的导演要讲究的是整部电影呈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场是有很多讨论的 但导演会给我们非常多的空间让我们去表演 假如李天然需要多加一场感情戏鞋于燕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部戏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不是只有李天然是每一个角色在里面都是非常的深刻 比原本的小说里面更复杂了 假如非常想演的角色需要自己增肥朋友们这个太容易了 反倒是锻炼啊保持啊是比较不难的 增肥这种对于像是我吃货的个性是不难的 所以看到什么不错的角色是要变得很肥的 找不到人可以来找我 如何回应彭宴 不是小鲜肉了 但也不是大叔找不准他的定位 可以当小鲜肉啊 我也可以当大叔我都可以随遇这案 彭宴东北话是方言界的四大奇幻之一 是什么意思 我说东北话可以的 你干啥呢 你瞅啥呢 怎么样 面对演技炸裂的人 总流露出一种敬仰的神态 对这样我们导演的戏里面的人 演员都是演技炸裂的人 所以我是扮演一个学习的角色 没有我的戏也呆着 看着导演拍的戏看着各位演员表演 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重点来了搜 邪不压正彭于晏 之前最喜欢导演的哪部戏 我希望是现在这一部戏 邪不压正的 当然之前导演拍过的戏 都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 非常喜欢 在导演那个年纪 能够拍一个这样的电影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请示范自己如何练习北京话 我的北京话是江小亮老师 还有江文导演 每天跟着他们练 拍完之后陪着我一句一句的标好 和北京话咱们去电影院求求 邪不压正彭于晏 被江文导演大摩腹肌内心OS 是准备了三个月 就为了这一天啊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要拍一场 非常重要的戏 导演说我状态是像李小龙 导演说看一下你现在成果如何 可以导演看一下 哦腹肌可以就拍了 我的热搜撕完了 你有更了解我吗 更多精彩相关的请关注 乐于video 微信搜索新浪娱乐